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12章7节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天上发生了一个战争 很显然的这个天上是我们看不见的天上 并不是指向我们抬头看到的天空 这个天上的战争是指在灵界发生的 在属灵战争上面发生的一个战争 那米加勒的天使是谁呢 我们看到米加勒是保护以色列的一个天使长 那在大尼里书12章1节那里有提到 他的职责就是专门的保护以色列 他同时也是跟加百列是同工的 加百列就是告诉玛利亚说耶稣基督他要降生了 那这个就是加百列 那天使长米加勒他就率领天使与撒旦和跟随撒旦的堕落天使来征战 这个是12章7节这里所说的天上的战争 那这里所说的重天可能是天空太空或地上整天 住在其中的是包括重天使和天上的国民 地狱还有过了 因为魔鬼将气纷纷的示意破坏 发泄怒气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这里说到的是龙雀抵挡不住 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这里就是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恶者呢 魔鬼呢他已经被打败了 他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是最后的时刻他们在征战的一个时刻当中呢 他被打败了 在天上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待下去了 所以他就被甩到人间 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这个古蛇就是在创世纪那里所提到的那个 诱惑我们的十足亚当夏娃来背叛看你神的那一个魔鬼 你叫撒旦 撒旦呢就是提挡者的意思 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 他被甩在地上 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甩了下来 所以第十节突然间喊了什么呢 我有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因为他在天上魔鬼已经失败了嘛 所以天上发出大声音说 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 现在都已经来到了 因为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 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 已经被甩下来了 换句话说 魔鬼撒旦啊 他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 还记得约伯记里面有提到魔鬼撒旦 他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 他就挑战上帝 你看这个约伯 他为什么这么爱你 因为你赐福给他吗 因为你让他有这么多的财富 让他事事横通顺利 魔鬼就告诉上帝 你把他的这些财富挪走 你把他的保护城拿走 你看到他还爱你吗 所以我们看到魔鬼 咒业的是在神的面前 要挑我们的错 要来攻击我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突然之间情绪会跌到低谷 可能是会有一种思想 一种意念 或者一种声音 不断地在你的头脑里面 来萦绕着 来攻击你 来让你的心里面 非常的愁烦 非常的压力 可能事后你回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 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 芝麻绿豆的小事 但是却让我感觉到非常大的 可能是愤怒 可能是挫败 可能是失望等等 那我们不可以否定 这是魔鬼征战的 其中一种方式 当然我们不是说 每一次这样子 都一定是魔鬼撒旦 但是我们要有警醒 要提醒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 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 人只来是为了 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了更丰盛 魔鬼是要来让我们跌倒 是要让我们犯罪 但是神却是要使我们得胜 当然这里所说的 魔鬼的控告 他的目的是要攻击我们 使我们离开神 所以你发现 如果有一些控告 他是让你离开神 让你很挫败 让你什么都不想做的 让你觉得我很差劲 我就算了 这种是来自魔鬼的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圣灵来是为了使我们自责 那这里要表达的是 圣灵来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有罪 目的是要我们悔改 悔转向神 所以你看到圣灵和邪灵的工作 是截然不同的 圣灵而来的是让我们 生发出一颗敬畏的心 但是魔鬼来是为了打击 使我们非常大的挫败感 所以弟兄姐妹 第十节说 我们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和他所利的基督的权品 现在都已经来到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告 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已经被上帝决定好了 因为魔鬼已经被甩下来了 第十一节说 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羊羔的血 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到 他们虽然自食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这里说的弟兄 就是那些殉道者 他们就得胜了 为什么得胜呢 因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的生命得胜了 基督信仰不是一个靠自己的一个信仰 是一个不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 求主帮助 求主带领的一个信仰 圣经也说 因着自己所见证的到 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种信徒们 我们除了因信称义之外 这个信心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个转化会带给我们生命 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 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 就是基督耶稣的生命 所以这些信靠神的弟兄们 姐妹们 他虽然自使也不爱情自己的生命 所以众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欢乐吧 可是地和海有祸了 地和海就知道我们的人间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 他就大大的发怒 要吓到我们人间当中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灵界的征战当中 我们已经靠着神 必胜无疑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 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我们看到一个总结 这个经文12章11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羊羔的血 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然自使 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其实今天我们要表达的是 因信称义 为什么因信称义呢 因为羊羔的血 请问是谁流血 是主耶稣基督 他的牺牲 使我们得胜 换句话说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带领我们 得胜有余了 那因信称义的最重要的核心观念 是什么呢 我们因着完全的相信的神 我们这个信心呢 是带来真实的行动的一个信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就是我们得胜的关键 因着羊羔的血 代表说 我们相信神 他的工作 所以第二个要点是 要活出信仰 为什么呢 因为见证的道 我们看到第11节 这里谈到见证的道 我们的生命 见证耶稣 他的作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 活出信仰 是怎么样 因信称义 很多人有一种盲点 第一 我要靠我自己 我才可以得救 不对 我们要完全的信靠神 但有另外一种极端是什么呢 好了 我信靠神 我就继续的为非作歹 继续过我的犯罪的生活吧 反正我都可以得救的 那这是不对的 这两个极端都有问题 那真正的因信称义呢 你必须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 真正信靠神的人 就是我相信耶稣的工作 我相信耶稣的话语 我相信神 以至于我的生命产生回应 我的回应就是 比如说 我们信靠神 我们就相信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信靠神 我们就相信圣经所说的 神也会责备 也会审判 那一些对他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说到 这是信靠神的一个重点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要产生回应 产生一个回应是什么呢 就是我听了神的话语之后 我不愿意得罪他 因为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说的 他会审判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犯罪 所以这要表达的是 这个信心跟行为 是不冲突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 我们不要靠着行为 因为在圣经里面 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因信成义 我们不是靠着行为 是的 可是保罗他在说到 不靠行为的时候 特别是罗马书 罗马书很容易 会有一个错觉 说我是单单信靠神 我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我有没有做好事 做坏事 其实保罗是在说 做好事 做坏事 得救吗 保罗不是在论证 到底我们 能不能因为 做好事而得救 保罗根本不是在 谈好行为 因为对犹太人来说 好行为是一个 基本标准 我不管你 是不是得救的 重点我们 都要成为好行为 所以在当时的语境之下 保罗不是在谈 好行为 能不能让你得救 保罗在谈的是 你的信仰的传统 信仰的仪式 信仰上所做的 旧约的律法的规条 能够让你得救吗 你是犹太人 你行了割礼 你就确保你得救吗 你守完这一些 旧约的律法 你就得救了吗 这是保罗要强调的要点 在罗马书 保罗在反对的是 这些犹太人企图 用这些宗教的行为 宗教的规条 来换取救恩 保罗反对的是 这个保罗所说的行为 是指这个事情 不是说我们 有没有好行为得救 因为信靠神 本来就应该要有好行为 不然我们读雅各苏会出现问题的 因为很多人会说 雅各苏跟罗马书是打架的 甚至你知道吗 马丁路泽曾经很想要把雅各苏 从圣经里面挪走 因为他认为雅各苏 跟他所提倡的阴性称义 是有矛盾的 你知道马丁路泽 他在提出阴性称义的背景 他也不是反对行为 其实他的重点是要反对 罗马帝国 因为罗马帝国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当时的天主教徒 大部分人只是活在仪式里面 只要我活在仪式里面 我遵行这个 我遵守那个 我就得救了 但是保罗要强调的 不是你的外在的形式 弟兄姐妹 重点是如果你真的信靠神 你一定会活出信仰的 反正一个问题 到底你有没有成长 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维度来探讨 第一个维度可能是我们对神学的教义 我们有没有提升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鼓励你 一定要好好地接受装备 一定要熟悉你的宝贝的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每日的灵粮 要了解神的道 经历神的道 一定要研读神的话语 活出神的话语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很简单的一个标准 就是圣灵的果汁 圣灵所结的果汁就是 这九个方面来衡量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 主耶稣的话语 每一天都要对付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我们活出信仰的第一个层面 是什么呢 对真理的认识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要研究神学 我们不要研究圣经 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研究神的话语 第二我们的内在生命一定要成长 一定要生命有大大的改变 大大的转化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参照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那里提到的是 你们要多结果汁 这个多结果汁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带领门徒 你看到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 就是我们带领的门徒是怎么样的 我再次的呼吁弟兄姐妹 你要开始去牧养别人的 不要等着主长去牧养你 不要等着牧者去牧养你 你也要拿着权柄去牧养别人 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成熟标志就是 能不能去照顾别人 在属灵生命上 在物质生命上 在许多的方面上 去帮助别人 去关心别人 去牧养门徒 将你的生命传承下去 这个门徒可能是你的儿女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 可能是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可能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特别是指向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也要去传扬福音 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跟你分享的这个 因性诚意呢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也要活出信仰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祷告